大家好,我是二姐 炖鸡时切记别焯水和直接下锅炖了 教您一招,鸡肉滑嫩,不腥不柴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只白条鸡 然后再将小鸡剁成小块 白条鸡可以选择三黄鸡 这样做出来会比较嫩 接着再将剁好的鸡块装入大盆中 然后再加入半小碗的面粉 再下手抓拌抓拌 鸡肉中加入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把鸡块表面的脏东西吸附干净 这里尽量多抓拌一会儿 最后抓拌只手有一些发黏就可以了 接着再加入清水 继续下手抓拌均匀 将面粉洗掉 抓洗过后的水已经非常的脏了 中途多换两盆水 最后洗至水变清澈就可以了 然后控水捞出 放入筐中控水备用 接着准备几个洗净的香菇 再将香菇改刀切成小丁 再将切好的香菇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红椒 切掉根地 再从中间切开 去紫之后将红椒改刀切成小块 同样的方法再来切一根青椒 再将切好的青椒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洋葱 先将洋葱从中间切开 再将洋葱切成片 切好的洋葱抖散开后放入碗中 接着准备几粒大蒜 再将大蒜擀刀切成蒜片 再准备一块生姜 将生姜擀刀切成小片 再准备一根大葱 切适量的葱花 接着将切好的葱花装入碗中备用 取出炒锅 加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控好水的鸡块 开大火快速翻炒 这里尽量多煸炒一会儿 炒至鸡块变色后加入非常多料酒取腥 继续煸炒几下 接着下入葱姜蒜 继续翻炒 炒出葱姜蒜的香味 炒香后下入生抽酱油提鲜 再加入半勺老抽上色 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加入开水 再加入几粒冰糖 继续搅拌均匀 然后把香菇加进来 继续搅拌均匀 搅匀后盖上盖子 先炖20分钟 20分钟后鸡肉已经完全熟了 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把青红椒洋葱加进来 继续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充分融合 继续炖5分钟 5分钟后 所有的食材都已经熟了 然后盛出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一道好吃的家常鸡块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鸡块鲜嫩入味 不腥不柴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点赞 关注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起来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